Hello,各位腾讯的网友,大家下午好 首先,网可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祝大家晚年幸福,没有了,开玩笑了 那这也是今天我们这个腾讯 自虎年以来的第一档娱乐频道的第一档节目 那么今天呢,就迎来了 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么同时呢,也是一个来自 日本远道而来的好朋友 欢迎他们,欢迎我们的卡拉菲娜 欢迎 那旁边,坐在我旁边 这位翻译大哥,麻烦帮我翻译一下 你也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白猛 您是中国人 对对 太好了,这好沟通了 你们三位也先跟我们腾讯网友来打个招呼吧 每个人自我介绍一下 自己紹介を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はい,初めまして,カラフィナのワカナで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大家初次见面,我是カラフィナ的叫ワカナ ワカナ ワカナ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どこにも行ってたらいいかな はい,初めまして 这个 初めまして,カラフィナのけいこ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初次见面,我是カラフィナ的 我叫ケイコ 好可愛 好可愛 初めまして,ヒカル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初次见面,我叫ヒカル ヒカル 对,她的名字比较难念 光的意思 光啊 然后她另外两位的名字都有什么意思吗 应该是有汉字的 大家一般都是这样叫 了解了解 再次欢迎三位 三位是不是第一次来到北京 来宣传自己的一些音乐的东西 还有演出的东西 是第一次来吗 今回,中国でライブをされると聞いてますけれども 初めて北京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でしょうか 初めての北京です さっき空港に着いたばかりで 本当にホテルに着いたばかりなので すごいまだ全然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も すごく道も広くて 楽しみで仕方がないです いろんなところに行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确实是第一次来北京 刚刚下飞机 今天才到了 所以说还没有来得及看很多的地方 但是已经感受到 道路啊各个地方都非常的宽阔 对今后整个中国之行 也是现在开始越来越期待 充满了期待 另外两位也是说对北京的印象好不好 じゃあ二人も北京についての印象を 一言 若干那が言ったように つい先到着したので 空港からホテルに行くまでの道でしか 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 マンションがいろんな形していて すごい個性的だなと思いました 空港がまずすごく広くて びっくりしたのと 空港の中に電車が通っているのが すごくびっくりしました 首先他我最深的感受就是 机场太大了 然后而且机场的里面还跑这个 这个电车和地铁也是让我觉得很吃惊 那这次来三位 因为我知道有两件任务 一件任务是这个来宣传自己的新专辑 还有一个就是马上要在我们上海举办一个 应该是2月28号就自己的演唱会 然后首先在这预祝你们新专辑能够在中国市场上得到很好的推广 还有助你们上海的演唱会取得成功 今回いらっしゃったのは主に2つの仕事があると聞いてましてですね 一つは新しいレコードの宣传で もう一つは上海また台北香港でのライブだというふうに聞いてます まずはそのレコードを中国でのもっと広がるように ちょっとお祈りしますと あとはみなさんの成功もお祈りし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我知道其实在我们中国 有很多的朋友也听过你们的歌 因为你们的歌有很多都是大家通过动画的作品 然后听到的 然后你们对中国的歌迷 有没有一些小小的了解 皆さんの歌はアニメを通して たくさんの中国のファンにも知られていまして 皆さん非常に皆さんの歌が好きなんですけども 逆に中国のファンたちに対して何か分かることってありますか 本当に中国に初めて来たんですけども 初めてお会いするファンの方に 私たちも本当に楽しみにしていて 私たちの音楽がやっぱり言葉が伝わらなくても 音楽で伝わることは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 音楽を通して伝えたいことや それ以上に皆さんのパワーももらえる気がして すごく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 因为是第一次来中国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 能够有机会 马上和大家见面 但是因为后边有演唱会 所以也是非常期待能跟大家交流 我觉得虽然是语言有不通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歌里面 有很多能够通过音乐和大家交流的地方 没错 而且我们也觉得 能够和中国的 能够从中国的这个歌迷们这里面 能得到更多的力量 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知道不知道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歌迷 喜欢你们 你们知道吗 来之前的时候 而且今天在你们来之前 门口其实已经等了几个歌迷 他们从下午大概三点钟的时候 就已经在门口等你们来 其实3時から もう何名か下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ずっと待ってたんです 没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吗 应该来的时候应该有看到 他还专门问我说 今天他们是不是在18层做节目 他们是不是一会来 他们3点钟就在门口等 3時からもずっとそこで待ってて 18回ですか いつからやりますか ずっと聞かれたらしいんです 啊 凄い 私たちも本当嬉しいです そういった中国に初めて来る 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 どういった方々が 私たちのことを知ってくれているのか というのは私たちもわからなくて まだ実感が実際ないので すごい嬉しい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听到这个 真觉得非常高兴 因为第一次来 也真的是不太知道 到底是 中国的歌迷 是什么样子 然后也是 其实是非常想 跟大家见面的 然后 因为现在 虽然说没有时间吧 但是 听到您说的 这个觉得非常高兴 一会儿可能 一会儿大家 做完节目出门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看到 他们应该还是在 他们应该还是很高兴 出る時は まだ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ので 对对对 嬉しいです 对 那 这个 因为我们中国的农历年 刚刚过完嘛 对 你们来之前 有没有学两句中国话 来到前 一言中国語 ちょっと習いました でしょうか 用中国话 跟我们 网友打着招呼 旧正月 終わったばかりの 時期でもあって 挨拶でも い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中国語で できれば 皆さんに 挨拶を 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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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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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刚好 2月28日 是上海演唱会 对吧 12月28日 是上海のライブ 对 教你们两句 拜年的话 吧 主持人教你们两句 刚好你们可以 用在这个 演唱会的时候 跟他们讲 过年好 什么的 他们应该会很高兴 对 对 拜年 就是 应该 我们讲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就不讲了 我们讲一个 比较好玩的 中国 今年是中国的虎年 祝大家虎虎生威 虎虎生威 今年是虎年 所以 虎虎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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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 然后再教你们一句 特别管用的 他们绝对笑 对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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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可以儲蓋 然後請年糕 如果我真的拿到他很開心 28號那天就給大家拜託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現場肯定大家很開心 28日順便使用了 終於笑了 一定要學會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謝謝 謝謝 要不要也教我們網友說兩句 在日本拜新年怎麼說 日本新年の挨拶 教我兩句 明明 最初 再來一遍 明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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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我說不了 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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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也是跟現場的網友 還有跟我們的 克拉菲娜一起做了一個小小的互動 其實 可能對於內地的朋友來講 聽你們的音樂可能更多 其實真正見到你們真的 我估計 對於大部分的喜歡你們的朋友來說 這一次在北京也好 在上海也好 甚至去香港也好也是第一次 對 たくさんの方々に 歌を 多分中國の方々に 聞いて もら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阿部事自体は 多分 どこの場所でも 最初 初めて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うん 那 其實 後面的時間也希望 讓更多的人了解你們三位 對 然後先問一個問題吧 你們三個講講 你們三位是怎麼走在一起 然後做了一個這樣的partner 一個組合 對 なので これからのライブを通しても 今回の番組を通しても たくさんの方に もっと 皆さんのことを 知ってもらいたい という風に思っているので まず 三人は 三人同じ 一緒に歌って 同じユニットになった きっかけというものを 教えてもらえますか はい カラノ教会というアニメの 劇場版アニメがありまして それの主題歌を 歌うために 私たちは 結成されました プロデューサーである 梶浦由紀さんによって 私たちは 選ばれて 結成されたユニットなんです 因為 是有這個 一個叫空之境界的 這樣一個 在日本很有名的 一個動畫片 那為了 給這個動畫片 來唱主題曲呢 是她的這個製作人 叫日本的一個 很有名的製作人 叫韦浦由紀小姐 她選中了 我們三個人 作為這個組合 來為空之境界 來唱主題曲 是這樣一個 開始是這樣一個 契機吧 也就是 你們三位每個人 都唱歌 都非常非常忙 一開始的時候 每個人都幾歲 開始就開始唱歌了 多分 たくさんの人の中から 選ばれ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三人とも 子供の頃から ずっと歌を 歌っていましたでしょうか はい 何歳くらいから やってますかね 五歳とか六歳の時には 合唱団 コーラスのグループに 入ったりして 活動もしていましたし やっぱり歌うことが とっても好きなので でもまさか それを仕事にできる っていう風には あんまり想像は していなかったです 好きで ずっと歌ってきました 我是從五六歳 確實就参加合唱団 参加合唱団 也是非常喜歡唱歌 但是呢 当時也沒有想過 說將來以後 唱歌將會成為 自己的一個工作吧 可是 就是因為喜歡 就一直唱下來了 你呢 私は中学校 14歳くらいの頃から 歌とダンスと演技を 習って歌手になろう って決めて はい やってました 那結構呢 是從13歲的時候 就學習不光是唱歌 包括還有舞蹈 還有演出啊 就一直開始學習 彼は もう気づいた時から歌手になりたくて あの よく小っちゃい時に お店 服屋さんとかの 鏡の前で 音楽がかか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れで鏡見ながら 一人で踊ってたって お母さんに言われて なんかちょっと笑われました ピカトゥは ピカトゥは 從記事的時候開始 就有一種像 當歌手的冲動吧 那個時候可能也自己記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 從媽媽那邊聽來說 小的時候 有時候看著商店的櫥窗 那裡邊有音樂放出來 然後她就會在那對著櫥窗 一邊跳一邊唱這樣 為什麼你們取名 就是現在這個叫カラフィナ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 有什麼特別的含意嗎 カラフィナっていう名前はどこから来たんですか この名前には特に意味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 プロデューサーである梶浦さんが 音の響きを一番に考えた造語として作ったものなんです 這個詞本身是沒有的 它是一個人造的一個 新造的一個詞 那是 是這個製作人叫這個維浦小姐 她自己想出來 在想這個カラフィナ這個詞的時候 主要是考慮到 因為她是做音樂的嘛 考慮到還是這個 名字的一個音響效果 聽起來很清脆也很悦耳 這樣一個聲音 還有不會有什麼別的詞 就她代表了什麼呢 何を表してるんですか 這個名字有代表什麼意義嗎 それぞれきっと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私はやっぱりそういう曲のイメージというか ちょっと幻想的でもあり 少し暗かったり明るかったりする カラフィナの曲なんですけど それを表現するユニット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 やっぱりちょっとどこか 何なのか分からないような そんなちょっと不思議な名前だな という風に私は感じています 可能三個人對她的這個名字感受 並不盡相同 但是從這個我自己的觀點上來講呢 我們唱的歌 這個卡ラフィナ唱的歌 一般都是比較幻想性的 很空靈的這樣一種感覺 對 所以說我覺得是有這樣一種感覺 說到這的時候 大家也都知道 你們包覽了所有空之境界的所有的音樂 一提到你們的名字的時候 大家就想到了空之境界 可能也是因為空之境界 大家也才慢慢的開始喜歡了你們 然後很多人就想問說 因為你們一直都在唱很多動漫的一些歌曲 你們三位有什麼特別好的技巧來詮釋這些動漫歌曲嗎 好玩意思 ¿呢? 你 una moneta功夫也有這麼多嗎? 你方說到你們的工夫都是一種 RS 你一個類似的工作吧 有沒有Redmi的關於 你自己的工夫也有什麼工夫? 有什麼事情? 對, 是, 很大, 那些歌曲, 梶浦由紀さん是做的, 所以, 我們歌手是, 那些歌曲的, 絕對, 因为动画总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世界观的东西 那这个维普小姐在作曲的时候 也是会考虑到她的动画片本身表现的一个世界观 或者她展现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然后按照这个内容来普取 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 最大的努力就是说要再现她 首先要再现她的这样一种世界观 给人们展示的这样一个印象 另外还可以把这个印象继续要扩大 然后在人们的脑海里能够留下比较深的 对这个动画片的一个感受 说到这的时候 可不可以现场给我们清唱一下你们的作品 你们三位 以前我们都在电视啊 还有这个网络上啊 或者是DVD上听到你们的歌 让我们现场听一下 我们在电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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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北京话夸别人就是牛 牛 北京话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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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声真的好好听啊 天来之音的那种感觉 还有没有还想再听一首可以吗 好好听啊 本当に綺麗でもう一曲あります 是非ライブの方に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 一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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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号召北京的朋友也都去上海 北京の皆さんも 声をかけて一緒に行きます ぜひ 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 え? 聞かせていただいて本当に光栄に思います 今度のライブ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も 今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準備は万端だよね はい 日本からみんなでワクワクしてやってきたんで 本当に皆さんと楽しむライブができたらなと思ってます う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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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能够享受这个演唱会的 之前对中国的音乐有没有一些了解 知道不知道一些中国的歌手 音乐人之类的 中国的pop song 和音乐 也有什么意思 歌手也有什么意思 Pが好き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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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情我好想知道 还是 popular 这事应该是日本名的日本 他说是一个很帅的男歌手 他说在这个北京不是中国的 在北京的这个也有可能是 在北京机场有他的海报 林俊杰 哪个网友知道赶紧给我一些反馈 也希望这次你们来中国之后 也能多听一些中国的歌 然后跟中国的音乐人有一些交流 刚才聊了很多音乐的东西 然后讲讲你们自己的生活吧 你们三位是平常是住在生活在一起的吗 音乐についていろいろ話をしたんですけど ちょっと生活の方で 今三人一緒に住在一起的吗 一緒には住在一起的 一緒に住在一起的 比如说一出来工作的时候 你们三位就谁比较 就是应该是有话语权吧 仕事の際に 誰が一番話が多いんですかね 谁的主意比较多 よく喋る人ですか よく喋る人 分开 喋りという意味では でもアイディアは三人で すごい いっぱい出していくんですけど 話是他 但是一般来讲 出主意啊什么的 三个人都有 那平常有争执的话 谁就听谁的比较多 争执ときとか 言い争执ときに 最後誰の意見が一番 通るんですか 言い争执はした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けど 基本上不正直 这么好 关系非常好 そうだな 話し合いとかをするときは 三人の意見をちゃんと聞くっていう 決め事が 三人当中 互相商量 し合いとか 三人的意見 全都听完了 之后 大家決定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 規矩 那你们三人当中 谁受的照顾比较多 就是谁 比较喜欢照顾人 谁又比较喜欢被照顾 你们三位 なんか じゃあ いつも 誰が一番 人の世話がうまいんですか 人の 面倒見がいい 面倒見がいい でも稽古は ライブのMCとかでも すごく引っ張ってくれますし 光は すごい 癒し系のオーラ 漂っているので なんかすごい ちょっと甘えたくなるときが ちょっと光さんって なんか 場面場面によって 頼る人 頼られる人が 変わるんですよ 在这个 不同的场合 有的人 就是说 照顾人的人 和被照顾的人 会有变化 比如说 在演唱会的 现场的时候 可能就是 需要这种 比较激情的时候 就这个 Kiko就 能够 把大家 带領起来 像在平常的时候 一些 就是有这种 安慰 安慰 然后 能够 抚慰 大家 心情的 平復 大家 情緒的 Hikaru 是比较 强的 这方面 刚才 其实 就 我跟三位 聊完之后 就是 他们两位 相对 比较活跃一点 然后他就 比较 内敛一点 对比较安静 他平常生活当中 也是这样 我不讲话 你来说两句吗 有没有说话吗 普通 就是这样 说的 比较 也就是这样 基本上就是这样 大家现在看到的 说话的比率也是这样 谁说的多 谁说的少 那你们平常 各自生活的时候 都是什么样子 舞台上呢 你们肯定跟 平常生活当中 你们也不一样 讲讲你们每个人 各自生活 就是在各自的生活当中 是个什么样子 形容一下 普段の生活は どのような状态 どんな生活を しているのかな それぞれ ちょっとお話 聞きたい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 三人で いつも 練習は すごく 毎日ぐらい 会っているので 日々 そうやって お仕事 は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私自身は そうですね 料理を作ったりするのが すごく好きで 家で結構作ったり この間は カレーのナンを 煮て 家で焼きました ちょっと本格的な 感じのところまで 突入してます 当然 大家还是 工作的时候 三人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最多的 时间最多的 平时如果要是 自己生活的时候 喜欢做饭 你呢 私は 体を鍛えることが 好きなので サウナ行ったり テニスしたり ランニングしたり っていう暇があれば 体を動かしています 他就比較注重 鍛錬 所以平时可能 去跑步 去 征桑拿 鍛錬一下 自己的身心 你呢 ヒカルは お散歩したりとか 読書したりとか あと寝たりとか してます どこか どこか 是什么意思 就是 等等 等等 可能 可能 ヒカルは 安静的 物事 読書 散散歩 睡懶 睡懶 生活好無聊 那我再也給他 那我再也給他 那你很喜歡做飯的話 他們兩個會不會去你們家吃飯 平常 你要做飯的話 料理作って 二人做什麼 我還沒做過 我做的ゴーヤーチャンプル 是很美味的 日本的沖縄的名物 是用的 ゴーヤーチャンプル 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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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現在沒有 但是我自己做的那個 沖繩的苦瓜 炒苦瓜 沖繩料理很有名的 我覺得我做的挺好的 非常喜歡他們兩個嘗一嘗 結果我也說很想吃 希望有機會的話 下次再來北京的 沒事再上一個 什麼專門飲食節目 來教大家做日本料理 對 今度 また北京に來得到時 どこか的 テレビとかでも 料理番組を 是非やって 皆さん 日本料理を 教えて下 對 對 あまりできません 他不得會做 でも光はケーキとかも 他應該好 光會做蛋糕 所以他們倆做完了 你吃就好了 食べる方に 半年 食べます 對 那平常 你們三位 還有沒有 一些其他的 除了唱歌以外 你們還有沒有 一些其他的 對於未來的 一些小的理想 對於工作上的 一些理想 除了唱歌以外 比如說有沒有 計畫演戲啊 之類的 中央でも 結構 芸人たちは 歌だけじゃなくて 例えば 映画を出演したり そういったような ことをされるんですけども 歌以外に 何か夢とか ありますかね やりたいこと やっぱり 歌うことっていうのは 自分にとって 無くてはならない ものなんですけども それ以外に そうですね なんか 癒しっていうのを 仕事にできたらな っていう風に 普段からすごく 思っていて あと 文章を書くことが すごく好きなので そういったことと 癒しっていう そういう世界と 音楽の世界が もし融合できたらな っていう風な 夢は少しあります 她是 反正 歌唱嘛 還是作為 人生不可缺少的 一個事業 另外 除此之外 對 比較感興趣的 就是 像 咱們現在 中国 網上流行 治癒的日本 療養型 抚慰身心 活動 可能 将来以後 這個工作 心理医生 另外 另外 一個 是 喜歡 寫 可能 考慮 寫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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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他對這個 比較感興趣的 而且 像是Carafina的這些 演出的服裝 也是 一個曲子 一個曲子 都根據不同的 曲風啊 來進行設計 他 本身呢 自己對這個 非常感興趣 可能將來以後想 要是能在這個行業中 做一點事情 會比較開心 服裝設計師 對 設計師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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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Hikaru 她一說話 回看起來 就那種 好想要讓人欺負的 那種感覺 對 就幫我翻譯給她 對 喋っても大丈夫 大丈夫です 對 演技に興味があるので そっちの方もできたらな と ちょっと思っています はい 那 Hikaru對演戲 比較感興 哦 我要是有機會 想嘗試一下 嗯 你最想演什麼樣的角色 どんなキャラクター を演じたい 是演個什麼樣的人物 一番 一番 嗯 えーと どんな役がいいのか でも いろんな役がやってみたい 自分の中の 可能性を 広げられるような役が できたらいいな って思います 全部都想演 全部都想演 想演各種各樣的角色 就是 因為自己的這個性格 是有一定的範圍的嘛 但是我不想是被這個所限制 有沒有看中國的武俠片 就可以演那種女俠之類的 空腹 あります あります 就那種演那種女俠 對 好柔弱的女俠呀 ちょっと 体鍛えなきゃいけませんね 人家的話 必須得鍛鍊身體 還好沒關係 有那個都可以 現在有特技了 最近網友 還問到了 說三位 因為大家 就很多男孩子 喜歡你們 想反問你們 你們喜歡什麼樣的男孩子 那些人 那些人 我认为我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喜欢的人。 你呢? 现在? 我喜欢的人。 喜欢能吃的人。 蛤? 喜欢能吃的人? 为什么? 我喜欢看人,大吃大喝的这种。 我采访过很多艺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喜欢能吃的人。 我认为有很多艺人,我认为这种答案。 这个爱好真的很特殊。 很特别。 谢谢。 这个现场看我们节目的能吃的朋友们,请注意了。 以前在我们的这个道理当中,有很多人说能吃是骂人的。 现在说能吃就会被他喜欢了。 好。 对。 刚才已经被说过了。 我也不知道还要怎么形容一下。 再换一句话说就是能够喜欢上我的人我就会喜欢。 你这个要求也挺简单的。 对对对,好可爱啊。 Kawaii。 Kawaii。 这句话我会Kawaii。 刚才聊了很多音乐上的,然后也聊了很多生活上的。 你们对未来自己。 Kalafina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或者是对于未来音乐上的路有什么样的想法。 比如说这次也在上海来做了演唱会。 包括之后去香港啊。 好像应该还有台北。 对对对。 然后在中国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巡演。 会不会说之后会再去学习中文也来中国发展。 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我们又是在今后要做了一些工作。 还能处移动到今后会来香港的工作。 今后去了香港,台北上会在台北。 今後,中国人也会调查出来的。 也可以 要學習中文 也可以 還要在中國的歌手工作 或者可以播放中文 有什麼決定的意思呢 當然要是有意的 我們願意更多見到中國的各位 我們願意更多說唱得更多的視頻 我希望有這種野心 我想是更多的中國人民 能够了解我们 给更多的人 那个中国的歌迷喜欢 对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 因为现在大家文化交流的 也越来越紧密了 现在像有两 就是有这个 之前有很多的日本 日本演员来中国拍电影的 也有日本歌手 中校界 也有拍中国的电影 还有拍舞集的 希望你们也有机会 除了唱歌以外 可以跟中国的很多的 这些影视人一起合作 去拍一些电影什么的 本当に今文化の交流も すごく両国の間で 進めていますし 例えば歌手 ここでライブやったり すごい有名な方が 中国に来て ライブやったりする 日本の方も ありますし 中康介という歌手も 最近中国に来て 映画をやりました 台湾の方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 本当に皆さんも 今後そういった機会を ぜひ作って 中国でも映画 中国の映画でも 出演したり 皆さんの演技を 見たいなという風に思っています もしね そんなことができたら 本当に嬉しいです そういう風な夢を持って 私たちも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私たちの方も 本当に良好的 愿望和夢想 そして 続いて努力 希望你们 这次 在整個 整個 这一次的 巡演当中 取得 一个圓满的 順利 今回のライブ 本当に 大成功することを お祈り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最後 作為東道主 我觉得 应该再给你们 介绍一下 在北京 起码 还能吃到的 几道菜 吧 一定要尝一下 先翻译 我想一想 最後 北京人として 北京に ぜひ 食べていただきたい 料理を いくつか ご紹介します 有烤鸭 北京タック 有听过 有听过吗 有听过 能吃辣的话 有水煮鱼 辛いものが好きだったら 水煮の魚 があります あと 涮羊肉 羊の しゃぶしゃぶ 就要吃老北京的 那种 涮羊肉 对 还有这个 可以尝尝炸酱面 あと 炸酱面 炸酱面 对对对 还有北京的 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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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牛蛙 也可以尝一下 あと 牛帰りも 食べられるんですけど まあ 食べたことないです 很好吃 美味しいですよ 在北京 待几天 何日間 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か 北京 一日なんです 今日一天 今日一天 就走了 哇 那今天晚上 一定要把这五样 饭都吃完 都吃一遍 今度 一気に 全部食べちゃいました 最后 还是在 最后的时间 还是要祝你们 在 最后的巡演 当中 这次 能够把你们的音乐 能够让 更多的中国的朋友们 听到 然后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谢谢 最后的时间 还是把 那个 我们视频窗口 交给你们三位 最后再对 我们今天 线上所有的网友 再讲上一些话 来吧 初めてアジアツアーに来て 北京は今日一日しか いられ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また北京にもですね 歌を歌いに来たいなと 今日本当に思いました もっともっとアジアのことを知って これからもアジアの皆さんに 音楽を届けていけたらなと思いますので 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再次 這次 虽然说只有一天在北京 但是希望下回再来的时候 也能在北京有一次演唱会 能够让我们跟大家 更进一步的交流 今後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 也是要走出日本 在亚洲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 能跟大家在一起 然后让大家听我们的歌 请大家多多观照 再见 かわいい かわいい 名前はヒカルです 今日アジアに来て やっぱり日本とはちょっと違う空気で ちょっとドキドキしてるんですけど ライブ参加賞行か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今回はちょっとサプライズもあったりしますので 皆さんお楽しみにお待ちください 私たちもとっても楽しみに ライブ会場に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真的是第一次也是出国来到亚洲 来到中国 自己也是非常激动 然后像刚才刚刚说的 这个给大家的惊喜 在演唱会当中肯定有 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作为一个惊喜吧 然后能够期待这次演唱会 好 谢谢 再次谢谢三位 也谢谢 翻译大哥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帮我们 谢谢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 在这儿还是 希望大家在2月28号的时候 去关注上海 他们 我们的这个卡拉菲娜的上海演唱会 天来之音非常棒 来 再次感谢你们 谢谢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